这也是有一名抓烟高手吴振成 他去年举发的案件 总共开出了800万元的罚单 取缔过程当不少人会睁眼说瞎话 上市有人大喊非礼之后逃跑 或是装成外国人烙英文韩文 不过过程都会录影搜证 怎么赖都赖不掉 两名高知生站在街头吞云吐物 有说有笑 未成年大喇喇公开抽烟已经不对 乱流烟地刚刚才被取缔 还要再丢 执法人员怎么可能放过 泰国TK已身试法 两张罚单2400元 这学费可不清 得到他的人是抓烟高手吴振成 去年取缔671件乱丢烟地 是全台北市之官 在街头抽烟的人就是他的目标 每次出行穿着环保局外套 压什么还有背张 拿着录影机保持十公尺远 站在明显位置搜证 但还是有人乱丢 更有不少人想耍赖装赏 碰到很多也有讲英文的 也有讲日语的韩语的都有 我们讲的话他也听不懂 他就一直走一直走 他后来就用好了 拜托拜托啦 就说求我们 不要举发他啦 他给我们跪啦 怎样的 其实录影机早就全程搜证 再怎么狡猾 耍奥波 碰上抓烟高手 赖也赖不掉 赖不掉